那最后一个分类叫做程序基本权 像宪法16条的数月诉讼的权利 这种叫做程序基本权 其实你在教科书上可以看到一个分类模式 在我们深论题的学习上呢 这个分类模式并不来得那么的重要 再加上呢 我们后来比较看重另外一种概念 叫做基本权功能的概念 那因为了基本权功能的概念后 这种什么自由权、平等权、社会权、政策、善与权、权利、基本权的分类呢 其实就变得不那么的重要 其实唯一还存在重要的意义就是自由权跟平等权的分类 这是属于基本权功能的没办法涵盖的 但除此之外呢 基本权功能的概念都可以取代 那个分类不再那么近畏分明 你把基本权功能听完学习完后 你再回过头去想这句话 你就可以比较容易体会 它的分类不再那么近畏分明 所以我们重点要放在基本权功能的概念 基本权功能的概念其实就告诉你说 基本权可以做什么 就是你拿着这一条七爬宝藏的基本权力 你可以做些什么事情 就是我们基本权功能要讨论的 我们教科书上包括大量解释其实也是这样的概念 我们把基本权功能分成两种性质的功能 一个叫基本权的主观权力面向上的功能 一个叫基本权的客观规范面向上的功能 在这两大类里面又各自有几种小类 教科书上有很多比较细致的分类 比如说有七种有八种有九种的分类的一个模式 它有多少种都不重要了 重要是我们考试要用得到了 你再学就可以了 按照大家的解释 常出现会体积的基本权功能 主要大概是五类 其中两个是主观权力面向上的功能 是所谓防御功能跟给付功能 那另外三个是客观规范面向上的功能 一个是保护医务功能 一个是组织及程序保障功能 另外一个属于制度性保障功能 我现在这些名词你们大概都听过 听过宪法应该都有点点印象 我们在开始介绍之前呢 我要回过头问大家一件事情 我们宪法为什么要有基本权力的规定 你说因为宪法是人民权力的保障书 当然要有基本权力的规定 可是我会说一件事 我说我们人民能透过社会企业旅论 把主权交给国家带回行使 那这个主权就总和成统治权 所以国家行使统治权来为人民磨福利 对所以基本权力怎么来的 该是怎么来的呢 来自来于本来人民的武器是主权 但人民把主权交给国家了 所以人民就没有武器了 可是我们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国家拿了这个统治权 会不会回过头来侵害人民权利 会 他想不到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宪法在这个七月里面 我们就要加上一段话 我要加上基本权力的保障 让人民可以主张基本权力 来对抗国家权力的侵害 所以基本权力建构最原始的出发点的想法 就是要防御国家回过头拿统治权 侵害人民的权力 所以基本权任何一个基本权都一样 都一定会有最基本的防御功能 就是国家拿统治权侵害你的时候 你就可以拿着这个基本权的防御功能 来对抗国家的侵害 可以吗 所以这是最基本的 而且你一定不会有任何疑问的 但主观权力的一面向上还有另外的功能 叫做给付功能 顾名思义就是你可以拿这个基本权力 就像国家请求特定的给付 嘿吼 白话的意义是这样子 那请问一下 会不会每个基本权力都有给付功能 你说最好就是有啊 如果有的话呢 我就可以拿宪法15条工作权的保障 请求国家给付给我一个工作 或者最好是有啊 我可能就可以拿着宪法第十条保障的居住自由权 请求国家给付给我一栋房子 这样不是很理想吗 但事实上可以 现实上可以吗 现实上做不到这件事情 那你说做不到这件事情 你干嘛跟我讲基本权力有 主观权力面向和给付功能 你讲的不是白讲吗 如果做不到的话 建构这个功能要干嘛 所以你现在有个基本的概念 这个给付功能 我们是把它放在主观权力面向 所谓的主观权力面向就是 你直接就可以 人民可以直接拿着这个基本权力 应该讲 人民可以依据这个基本权力 就直接请求国家为特定的作为 或不作为 它才有可能有资格叫做 主观权力面向上的功能 听得懂 那给付功能 既然已经放在主观权力面向 它意思就是说 我拿这个基本权力 我就可以要求国家为特定的给付 这才叫做主观权力面向上的给付功能 那我刚才给你解释过了 它范围不可能无限大 也不可能是每个基本权力 都可以有主观权力面向上的给付功能 所以它会放在哪里 我们给它一个标准 那个标准就是 当你没有办法过着 符合人性尊严 这个最低生存标准的时候 比如说你的生活低于这个人性尊严 要维持人性尊严最低生存标准线以下的时候 你可以拿着你的基本权力 这边当然主要指就是 宪法15条保障的生存权 你可以拿着宪法15条保障的生存权 请求国家给付给你一个符合人性尊严的生活 所以在这个最低生存标准线以下的部分 你的基本权力是可以带有主观权力面向上的给付功能的 至于高于这个最低生存标准线以上的 那是不能够直接依据主观权力向的给付功能 就请求国家会给付的 因为那个部分就是属于国家资源分配使用的问题 那国家资源分配使用的问题 我随便打岔问一句话 我们还没有讲到权力分立 但你知道一个基本权力分立架构是 行政、立法、司法三个权力 有印象 那请问一下关于国家资源分配使用这件事情 你会先交给哪个国家权力来做 你们有疑问是因为你们不想理我对不对 想睡觉了 这应该可以直接回答吧 这是直觉式的回答 交给谁分配 政府你讲的是行政权吧 你直觉式的想法是 当然是交给我自己来分配 那交给我自己来分配 在代义民主下就是交给谁 就是交给你选出来的民意代表嘛 那是什么权力 就是立法权 所以关于国家资源分配使用 我们会先交给国家立法权来做第一次的决定 听得懂 所以高于生存标准线以上的部分 是属于关于国家资源分配使用的问题 我们要交给国家立法权先来做主 那意思就是说你要存在那个客观的法规范制度 你这个资源分配才有可能获得实现 那这个就是属于客观规范面向的部分 而不再是属于主观权力面向的部分 家长你听得懂吗 可以理解什么叫做主观权力面向上的几副功能了吗 可以哦 你不要以为那个基本权力可以带给你几副 你就一定是依据主观权面向的几副功能来的 不是哦 其实大部分的基本权力可以带给你几副 都是来自于客观规范面向的功能导致的 也就是都来自于国家立法权的决定后你才拿到的 那会可以直接依据基本权力 就来请求国家为特定几副的 那无宁是极少数的情细 而那个标准就是人性尊严的最低生存标准线 可以吗 其实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你考试的时候很少会运用到 主观权力面向上的几副功能很少 因为这种情形非常非常的特殊 可以吗 以上是关于主观权力面向功能的部分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关于客观规范面向上的功能呢 我刚才说过了有保护衣物 组织器程序保障跟制度性保障功能 我们一个一个来做说明 我们先来看一下保护衣物功能 保护衣物功能是近十年来的宪法学生讨论非常 应该讲讨论非常丰富的 一项基本权的一个功能 那保护衣物功能呢 白花脸说就是 你可以基于这个基本权的保护衣物功能 请求国家介入保护你 你说这在讲什么 刚刚讲完防御功能 防御功能白话一点说是什么意思 就是当国家权力侵害你的时候 你可以主张防御功能请求国家停止对你基本权的侵害吧 但保护功能呢 保护功能 对你这个侵害是来自于国家吗 不是啊因为如果是来自于国家 你就主张防御功能 你的基本权就可以获得保障了吧 所以保护衣物功能要针对的侵害对象 不是来自于国家 简单来讲就是来自于国家以外的外力 对你的基本权造成侵害 这个时候因为不是来自于国家权力侵害 所以你没办法单纯依据防御功能主张 要求国家停止侵害 你的基本权力就可以得到满足 你没有办法 所以因为这是来自于国家以外的外力侵害 所以这时候呢 你要要求国家呢进来保护你 你现在心里会问说 我干嘛要求国家 我自己来不行吗 我自己来不可以吗 这又涉及到国家契约理论 当初我们国家怎么成立的 就是人民透过国家契约论成为社会契约